很多同学都跟我说 老师为什么唱两首歌嗓子就痛了呢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喉味太高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有没有发现呢 这样唱歌感觉好像声音一直掉在喉咙 又上不去又下不来 这就是喉味高的表现 那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我们唱歌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打开你的口腔 让口腔有足够的空间去进行演唱 首先做好吸气的动作 吸气的动作呢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口鼻同时打开吸气 然后找文化香打哈欠的感觉 一二三吸气 然后你会发现有股凉风进入你的口腔 进入口腔之后 你要保持这个打开的状态去唱歌 比如说 后来 不是 吸气 后来 这肯定会嗓子痛 所以呢 你要记住在每一个乐剧开始之前 你要充分的吸气 打开你的口腔固定好 再去唱歌哦 关注我 学习更多唱歌技巧